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叫Floody battery 这种电池它常常的寿命可以到3至5年 保养得好甚至会更久 也许有到7年甚至用到10年 那它对电池保养我们有些什么事情要做呢 很简单啊 我们就是要给电池充电 那充电怎么充呢 像我就带来一台这个专门给汽车电瓶充电的一个保养充电器 它的一个好处呢是它可以给电池长期持续的提供一个很微弱的电流 电瓶的使用过程中 电荷从负极一直在往正极移动 在移动的过程中呢 它会出现一个suffer buildup 也就是说一些像一个杂志的一个积累 有些旧的电瓶甚至您可以打开机盖 已经在这个pose上 这个电极上面有一些蓝色或者粉红色的物质 那就是它buildup的suffer 那通过这个一个充电器呢 这个充电器是这样 您得把一端充电接头插在您的墙壁上 这是一个110伏的一个充电插头 那另外一端呢 您插上这个充电器的输出口 输出口插入之后呢 这个夹子使用很简单 那红色的加在红色处 黑色的呢 加在黑色处 插上电之后 它就会自我运行了 这种充电器它是微电脑的一个自我识别的 它可以通过里面的芯片识别电池电压 然后它会提供持续的1.5安培的一个电流来为电池充电 这个的好处就是可以消除它里面 产生的这种机那种机构 从而增加电池寿命 那电池当然不可能是永久使用的 那我们多久充一次电呢 基本上我建议是一周每一周进行一次充电 比如说今天星期五不用车 那好 今天星期五晚上回家之后 我就把这个充电机头插在车库里 这两端插在您的一个电瓶上面 或者您是日本车很简单 打开机盖这两个头就您随便就能够得着 如果您是德国车呢 你可以购买一个点烟器的转换头 它可以插在点烟器上或者通过这种正负级的 但是这种正负级的转换头呢 需要专业的修车场来为您安装 那电池寿命不是永久使用的 电池呢 会在使用过程中减弱 不管您充电怎么样也好 可以延长寿命 但它会在一定时间出现电池减弱的表现 也就是说你在打火的时间 引擎转动会花更长的时间 像比如说你打火的时候 原来电池好的时候哒哒哒就能着 现在电池不好你得哒哒哒哒哒才能着 那个时候呢 你就得去一个修车场 做一个电瓶的检测 如果电池不好的话 它会机器会告诉你电池已经不行了 它的健康状态可能会只有10% 15% 那个时候请您尽快更换电池 因为指不定不久的哪一天 您的车打不了了 需要叫拖车或者需要叫救援服务 在打不着之后再更换电瓶 那就得不偿失了 那在我们平时使用车乱过程当中呢 想要最大化的延长电瓶的寿命 那就不要让汽车里面的电子系统 仅依靠电瓶的电量来工作 也就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引擎熄了火 那您还在里面听音乐 开着大灯 或者在里面引擎没有工作的状态下 使用车内的电子仪器 那个时候呢 电瓶是没有被发电机充电的 也就是车内的所有电都得向电瓶来要 那电瓶在这个时候呢 是一个急剧的放电状态 这个大量的放电状态 会导致电瓶的一个寿命减少 为了延长电瓶的寿命呢 您可以尽量的减少 在引擎不工作的情况下 使用车内的电子系统 这样也是一个延长电瓶寿命的 一个很好的方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